好,在刚才的上面,上文中,作者说了 不同类型的人应该培养不同类型的爱好 你像体力工作者适合脑力爱好 脑力工作者适合体力爱好 那些有闲阶级,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 得先过上自律的生活才能培养爱好 那么第五端作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 我们看是怎么说的,第五端的第一句话 他说 It may also be said that rational, industrious, useful human beings a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First, those whose work is work and whose pleasure is pleasure And secondly, those whose work and pleasure are one 这个it还是形式主语 That一直到句末是主语从句 It may also be said that 是个固定句型,可以翻着也可以这样来说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也可以这样来说 什么呢 理性的,勤劳的,有用的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就是把那些富二代,那些疯子把它排除 哪两类呢 first,还有secondly 这是做first后面一大堆 跟the end后面secondly一大堆 都是做two classes的同位语 first首先,those 后面这个whose到player结束 是个定义总句 那些工作是工作 还有那些乐趣是乐趣的人 这是一类 那么还有secondly,还有是什么呢 those还加定义总句 工作和乐趣是一回事的人 就是人如果这样来分的话 分成两类 那么培养爱好的方式可能又不一样了 那么把它记住 It may also be said that 是个句型把它翻译成 也可以这样来说 就也可以这样来说 理性的,勤劳的,有用的人分两类 第一类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 那么敬畏分明第二种人工作和娱乐合而为一 of course,the former are the majority 当然前者属于大多数 就工作和爱好,敬畏分明的人是大多数 这个are the majority 刚才我们看植而易作文中出现了这are majority是大多数 这个大匪 你看来自于46个 这个majority大多数 前面可以经常加修饰语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一边绝大多数或压倒性的多数 叫sweeping majority overwhelming majority 不但是多,而且多的多了 absolute majority绝大多数 vastmajority也是压倒性的多数 绝大多数 还有一个勉强多数 就是small majority 或者narrow majority 就勉强超过一半 勉强多数 这是majority这个词 那么处于大多数 就be the majority 有的时候可以做替换 用这个答案也行 叫be in the majority 加起是in 效果类似 也是 是大多数 也行 service indicate that supporters of the treaty are still in the majority 民意调查表明 这个条约的支持者 依然处于大多数 处于大多数 叫be in the majority 这个结构 也行 本文中可以替换 of course the former are in the majority 也行 这个搭配差不多 可以替换 或者更为简洁一些 我们可以用 另外一个搭配 叫predominate 本身就可以表示 处于大多数 这在未来 在我们的这个 47课里面 还会讲的类似的词汇 我们当然先读一下 处于大多数 predominate predominate 直接可以说 占大多数就行了 比如说 in older age groups women predominate because men tend to die younger 在年纪更大的年龄组里边 这个老太太 妇女 占到大多数 因为男人往往死的会更早一些 早早都死了 都生老太太了 本文中一个说 of course the former predominate 前者属于大多数 这个大费完全可以替换 意思完全一样 后面说 they have their compensations 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补偿 这个compensation 一般是个富尔大费 弥补是弥补他们新级的工作备 本文中相当于 they have their conversations for their hard work 他们新级工作 可以得到补偿 什么个补偿法呢 下一句话详细说明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屏幕 the long hours in the office or the factory bring wisdom as the reward not only the means of sustenance but a keen appetite for pleasure even in its simplest and most modest forms 在办公室或者工厂里 漫长的工作时间 怎么样呢 bring给他们带来了 bring something 但是bring后面 这个黄言色 nano的叫but 这一大堆不大 而且这一大堆是bring的闭语 但是闭语太长了 所以先说了状语 第一个状语是wisdom 给他们带来的 第二个状语是as the reward 作为他们的报答酬劳 带来的是什么呢 不仅仅是赖以谋生的手段 sustenance 叫谋生生计或者活下去 这个在二十三课 鸟的飞行方式讲过sustenance 赖以谋生的手段 means是手段途径吗 但是赚钱养家 得养活老婆孩子吗 but 因为nano里 这but 但是而且了 而且还是有带来了热气的愿望 什么愿望 寻求乐趣的愿望 appity是欲望了 我们加for for pleasure 后面协地字道句目是修饰pleasure 什么乐趣 甚至是最最简单的 最最平凡的乐趣 monest 本来表是谦虚的 是中庸的 适中的 不过分的 最平凡的乐趣 而这就是给他们的报答 上一句话 不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补偿吗 就是工作之余的业余时间 就是他们的对他们的报答 这个里边出现了病语后制 壮与前置 因为病语太长了 把这个看看清楚 好 我们整个翻译一下 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的长时间的工作 不仅仅给他们带来了耐以谋胜的手段 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热切的寻找乐趣的欲望 哪怕是最简单的 最适中的乐趣 而这就是对他们的报答 或者对他们的心情工作的补偿 这谈到了 秋秋就是谈到了工作的意义 有人认为工作就为了挣钱 其实工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给你寻求乐趣的热切冤枉 也就是老王建筑工人 累了一天出了一身臭汗 回到家之后洗个热水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 吃一碗热面条 来老张摆盘起 下边象棋 多开心 也就是这人不用工作了 天天到晚就下象棋 一天下一百盘 少一盘枪毙点 这老张老王两天就哭了自杀了 这下期就不是乐趣了 你看白脸也一样 新奇的一个星期 到了周末终于不加班了 放假 我们看个电影 出去去打球 多开心 你说不用干别的 白脸不用工作 天天看电影 头两天还笑 一个星期之后只能该死了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也没有这种追求乐趣的 乐趣的愿望了 真正娱乐史也没有乐趣了 而这个热趣的愿望 就是对他们心情工作的 这个compensation 或者是这个reward 他们的弥补 或者说对他们的报答 单作者说 but fortune favoured children belong to the second class 但是天之交子属于第二类 就工作话爱好合二为一的人 fortune在这f大写之后 就不是命运了 而是命运女神的意思 favor表示偏爱 偏爱 那么当然前面是英诗评写 后面favor的美诗评写 相当于prefer 叫偏爱 更喜欢 she favours her youngest child 她偏袒偏爱 她最小的儿子 她最小的孩子 那么本文中这个结构可以记住 fortune's favoured children 命运女神的偏爱的孩子 就我们说天之交子 运气好 对吧 老天爷浇灌宠爱的孩子 天之交子 运气好赶上了 这个工作爱好 都是一块事的人 运气好 their life is a natural harmony 他们的生活是个自然的和谐 这个也可以把它改成 their life is naturally harmonious 这个十八个讲 harmonious 但是用natural harmony 就不如a natural harmony 这个比较正式 零次结构最正式 对他们了 为什么呢 他们说for them the working hours are never long enough 对他们来说 工作的时间永远也不够长 为什么呢 下面一句话比较长 咱们看屏幕 each day is a holiday and ordinary holidays when they come are grudge as enforced interruptions in an absorbing vocation and引出病例句 第一句话简单 是个小简单句 每一天都是假期 并且怎么样 普通的假期 when they come 是时间状态从进来 当他们到来的是他们 还是假期 那么被当作是被迫的 对于如此引人入胜的工作的 中断而耿耿于怀 不愿意接受 他不愿意放假 愿意每天都工作 be grudge as 咱们会讲 被当作是什么 而不愿意接受 inforce叫被迫的 interruption是中断 对于什么中断 我们可以叫in in an absorbing vocation 是后制度与修成interruptions 对于如此引人入胜的职业的 被迫的中断 而不愿意就是absorbing 就是我们说的gripping 抓人的 引人入胜的 vocation 不要跟vacation搞火了 vocation是职业 vacation是假期 把它看清楚 对他们来说 每一天都是假期 而普通的假期 真正的假期到来的时候 却被当作是对如此引人入胜的职业的 被迫的中断 而不愿意接受 就这个意思 这里面同样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搭配 咱们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这个 第一个当然是be grudged as grudge 就不愿意嘛 be grudged as something 就被当作是什么什么 而耿耿于怀 而拒绝接受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he is spending his precious vacation in the country retreat and any visit now will be grudged as disturbance to his privacy 他正在一个乡间的避暑圣地度假之处 正在度过他宝贵的假期 并且这个时候任何的造访 都会当作是对他隐私的打扰 而不愿意接受 而拒绝接受 retreat可以表示 隐居的地方 一个度假的圣地 隐居的地方 是这么个意思 be grudged as被当作是什么 而不愿意接受 隐私 privacy 英国人一般都说privacy 美式都说privacy 两个翻译都对 这是被当作什么 而拒绝接受 被当作什么呢 被迫的中断 enforced 是被迫的 它来自这个 这个 急误动词 强迫大家服从 或者执行这个东西 the main role of the police is to uphold and enforce the law 警察的主要的作用 就是这个维持 和执行法律 uphold 就维持维护了 维持和执行法律 强迫大家去服从 那么enforced 过去分词 当然形容词来用 就被迫的 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 比如说enforced absence 被迫的缺席 不是不想来 我想来 但是因为有特殊原因 自己没有办法 enforced isolation 被迫的隔离 这人得病了 被迫隔离 他不想隔离 这被迫的中断 你想上班 你公司没人 都不开门 被迫的中断 在如此引人入胜的职业 注意vocation是职业 vocation有的时候 可以换成job工作 可以换成profession职业 或者换成occupation 都可以表示职业 但是不要跟这个词合混了 vacation是假期 一定注意 行进死 可完全不一样了 后面作者说 然而对这两种人来说 看下句话 yet to those classes the need of an alternative outlook of a change of atmosphere of a diversion of effort is essential 然而对这两类人来说 就是工作是工作 预乐预乐 和工作预乐合而为一 这两种人来说 the need 仅跟的是 is essential 这个需要是必须的 这是主观结构 然后后面off off off 三个都是后制定义 修饰这个need 什么的需要 第一个 另外一种态度的需要 outlook 可以表示对事物的普遍的总的看法 我们讲education 教育那个时候讲过 总的看法 就是general attitude 对吧 一种另外的一种态度 那么一种心情 气氛的一种改变 atmosphere 表示情绪心情 什么气氛状况 对吧 还有努力的方向的一个改变 divergent 表示用途 或者是方向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不在工作方面去努力了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词 看一看divergent divergent 表示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r use of something 改变方向或改变用途 叫divergent 你比如说 the diversion of a ship 轮船的转向 方向改变了 the diversion of a stream 溪流的改道 就是它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走了 方向改变了 this would result in massive diversion of funds 这将导致大规模的资金移作他用 这代文日表示用途的改变 是这么一个 所以对两种来说都非常需要 我们都这个需要是重要的 咱们需要在中文中用名词比较麻烦 可以把需要转换成动词 因为中文中动词站到统论地位 对两种来说都非常需要转变一下态度 改变一下情绪 转移一下精力 你看把名词动词化之后都解决了 对不对 你说另外一种什么态度的需要 什么对于这个情绪的改变的需要 对于什么努力的方向的转移的需要 这多别扭吧 通通别的动词 这两个人都非常需要改变态度 改变情绪 转变情绪 转移一下精力 好 我们看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Indeed It may well be that Those whose work is their pleasure Are those who most need the means of banishing it at intervals from their minds Indeed 表示In fact 事实上 It may well be that 这固定搭配可以翻译 很有可能 表示一个固定句话 这很有可能 那到句末当然是表语从句 很有可能怎么样 那些those我们定义从句 工作就是乐趣的人 我们说了定义从句先行词 得用指示代词 不能用they不行 用those 用他们不行 用那些 工作是乐趣的人 什么样 就是这种人 those 又加定义从句 who most need 这个mos是最需要 我们知道修饰动词的最高级 就不一定加定乎词代了 不一定加定乎词代了 修饰动词的最高级 用mos就好了 最需要怎么样 这样一种途径 这个方式守的 means 什么 of banishing it from their minds at an interval 可以看到差入语了 那么需要这个途径 banish 放逐 把一个讨厌的人放逐到一个岛上去 在这 it指工作了 把他们工作 每隔一段时间从大脑中赶走 at intervals表示 每隔一段时间 interval叫两段时间之间的间隔时间 还记得吗 第七课讲蝙蝠那个时候讲过 interval 间隔时间 at intervals 就每隔一段时间 找到一个最需要方式 每隔一段时间 把工作中从头脑中撇开 否则这个人成了工作狂 也未必是好事 it may well be that 叫很有可能 这个句型可以记住 咱们一会用它来造句 那么我们把这个整个句型进一步提炼出来 就其实很有可能 那些什么什么的人 是那些最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如何如何的人 这个句型咱们可以用用 事实上 那些很有可能 那些什么什么的人 最需要什么什么每隔一段时间之后 如何如何的人 咱们造个句子 其实很可能那些平时几乎不看病的人 就不看医生的人 最需要每隔一段时间 at intervals 从工作中抽空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take time off from 还记得这个结构吗 在39课作家之所需中 咱们谈到 从工作中抽空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从工作中请假的意思 做一次全面体检 have a thorough check up check up 表示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身体检查 我们看怎么说 其实 indeed 很可能 it may well be that 抄一遍就行了 是什么呢 那些 大家可以从去 who 是怎么样呢 hardly sick doctor 几乎不看医生的人 are those who 是什么呢 mostly最需要怎么样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from their work from their work at intervals 每段时间去干嘛呢 to have a thorough check up 再回顾一下这句话 indeed it may well be that those who hardly see the doctor are those who most need take time off from their work at intervals to have a thorough check up 46课又是一个经典的文章 又是大文豪 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 大演讲家 这求求学是著名文章 值得咱们持续借鉴 我们看到把这文章吃透之后 不光能够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 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 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确实是一个人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最好的爱好就是学习新概念英语 好了 46课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